大家把重点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重点就是讲到第四个单元 就是Python怎么样把它转成VVA 那两者之间最好是两个你都会是最好的 那工作上当然你就如虎添翼了 对不对 左右逢源了 两个都会 他们两个之间不是各 就是说不是只能取一个 而且不是互相取代 他的角色应该是互相协同 互相协同来帮助你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就是你可以节长补短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在Excel里面 当然用VVA有时候会是最简便的 那有些功能的话 可能Python会比较强大 那你当然就是可以想 哪些部分的话 用哪一个工具会比较理想 OK那你就可以去选择 那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就讲了有关就是 用串列的形态 所以串列这个形态非常重要 List 我讲过了 其实串列不如就把它翻成清单也可以 它就List 英文意思是List List就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概念有点像Excel里面的A栏 B栏 C栏 A一栏的话有点像一个List 你就可以放什么 放资料 那只是差别说你如果List 在Python你要先建一个空的 等于中瓜湖 那在Excel里面是一打开就有了 所以你会看到Excel里面 很多地方都是已经帮你产生的 但是Python很多东西都没有 你必须要自己来 OK所以差别可能在这里 另外Excel里面是看得到的 那Python就是要程式化 那程式化的好处就是 以后不用像Excel一样 用滑鼠键盘一直点 所以如果你用Excel的话 很多地方重复你就要跑回圈嘛 那你要用人工来做回圈 就是你要滑鼠点 然后键盘去打 那如果说你用Python的话呢 那就是电脑跑了 所以我觉得差异在这里啦 一个就是说 你希望如果你要把自己 当一个回圈来完成事情的话 那你就是Excel就够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要写程式 OK所以其实程式里面最大的用途啦 我觉得就是回圈啦 我觉得我感觉 如果你对于回圈不能够很了解 或者不能够很熟练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你重复性的事情的话 你也没办法很快做完 那回圈不外乎就for回跟坏回圈嘛 这我想前面讲了很多 而且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很熟练 不然的话你学了之后 等于是没有真的学好了 OK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前面的 这个回圈 变速把它好好地学习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就从外部读一个Member 那这个Member的话实际上就在哪里呢 在云端白板里面有一个Member的资料 在这边Member.tst 那这个资料的话是会员资料 它的第一列呢是栏位名称 那底下的话呢就是有50个会员 那总共的话呢有五个栏位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50个会员 读入到我们的这个Python里面 那需要有哪些功能呢 需要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把它第一个它全部读进来 怎么读进来 其实呢读的方式我讲过了 f等于open open那个路径Member.tst 然后d.r模式嘛 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有三种 read全部读进来 read like读一行 读一行当然不可能 因为只有读到第一列啦 就是栏位名称 那read like的话呢就是全部读进来 当然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全部 假设你全部资料都要的话 你用read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怎么呢 我要前十个人 前十个会员 那你就势必一定要read like read like加一次 那把它读进来做什么 变成串列 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取什么 用回圈的时候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呢 刮符从第零个到哪里呢 到那个那个什么呢 因为到第十一嘛 对所以基本上从零开始 那也就是我们后面的话 你就输入零逗点到十一 刮符就可以了 十一就停下来 所以基本上跑零一二三到十 所以总共十一个 那会员就刚好十个嘛 加上栏位名称刚好十一个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第一个 如果只要取十个会员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上一周有讲过 如果细节部分不太清楚 可以回头看前面的影片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要取五个栏位里面的两个 第二栏跟最后一栏 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要必须把读进来的串列 它逗点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的话 有点像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我们对应到Python叫Splitter Splitter刮符后面逗点 然后把它切开来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串列 那再把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二个跟第五个抓出来 就可以绣出去了 OK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在哪里 就在云端上 你如果说其实不太记得的话 这个是最后结果啦 那实际上答案就在这边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只读取前十个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后回圈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取什么呢 取那个 只有取两个人的资料的话 就是Splitter 用那个切到List 然后分别去抓它的 Index 1跟4 因为从0开始嘛 所以我们要第二栏就1 第五栏就是4 然后分别就把它Print出来 这答案就是这样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刚刚讲的部分 主要呢 你要特别了解 第一个串列形态 如何去做取舍 有些要有些不要 第二个的话Full回圈 再来就是说如果 串列里面还在切的话 透过Splitter去做资料剖析 这个上个礼拜都讲 细节部分如果还是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再复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做另外一个练习 之前的档案是点TST 意思是说纯文字档 那今天的档案是点CSV OK 那这个CSV跟TST有什么差别 其实大体上两个应该都是属于纯文字 OK 因为里面呢 就是只有文字而已 那只是说呢 这个CSV它的结构 就是都用逗点分隔资料 那首先的话呢 待会请各位 先帮我开启那个另外一个练习档 一样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我们云端白板 所以这边云端白板 那你当然第五个单位 这个第五个单位 往下 找到有个学生资料 就这一个 那这个资料的话 它是一个Google试算表 所以请各位 把它打开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拿这个来练习 打开之后的话 第二步的话 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做下载 那下载的话 当然我们这边 你可以从档案 特别是说 你从打开之后的话 从档案里面去做下载 那下载的话 它当然提供给你很多种格式 常见就是Excel 也就是Google试算表 要怎么样变成Excel 其实就是可以从这边实现 可是问题 你要在Python开Excel 其实还蛮多的动作 所以我们暂时还没讲到 那我们就先退而求 其次呢 先用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的CSV 来做练习 OK 所以请你下载的话 利用CSV 那CSV的好处是Excel 也可以开启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档案做下载 把它下载 那我刚好已经有下载过了 我看一下 下载在这边 然后呢 我就是在那个 我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看到 在我的下载区里面 download以下 有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呢 当然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它就可以开起来 而且它是用Excel来开的 不过呢 你可能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会是乱吗 哎 为什么是乱吗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微软 它是用CP950 OK 但是呢 Google或其他阵营呢 都是用UTF8 所以呢 你UTF8的编码 拿到这边来 它会看不懂 所以怎么办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错误 你就直接呢 在这个按右键不要直接用Excel开 然后你就开启档案的话 用记事本就可以了 其实你要转码 不需要很复杂的工具 记事本就绰绰有余了 那你再把它另存新档一下 另存为 它这边就编码方式 它就是 Google一定是UTF8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ANSI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CP950 或者它里面又叫MS950 反正这个东西呢 就是微软的一个编码的这个规则 所以我们把它怎么样 你把它改成这个 OK 然后把它存档 如果你将来不想要有乱码的话 你把它储存 把它取代码 是 OK 好 那这个时候再把它记事本关掉之后 重新开启那个Excel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乱码就解决了 OK 所以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说你要把Excel的资料给人家的话 怎么办 如果它用的环境不一定是微软的 可能是Mac 可能是Linux 可能是其他LibreOffice等等的 那我是建议 你就另存新档之后 一样可以存成什么 存成那个其他的格式 你可以存成CSV吧 有没有 这个有CSV 然后存档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一般选项 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转成 转成那个其他的那个编码 好像有 有没有 Bigify 预设值 那你这边的话呢 其实可以改成UTU8 有没有 OK 这样子给人家的话 如果你可以问他说 你们环境是不是微软的 如果微软就不用 没有这个问题 但如果不是微软的话 那你就用UTU8给他 不然的话你给他的东西 它会变乱 两边又不相通 OK 所以基本上啦 你可以这样了解 就是反正就是不外乎就是UTU8 不然另外一个就是None 不是UTU8 就好了 我是建议啦 以后干脆都用UTU8就算了 这样问题就少 可是我之前讲过啦 我一晚就这样 我最大嘛 对不对 我Windows 我这么大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呢 对不对 虽然说全部外面的世界都改成UTU8 但是我就是不改 OK 而且他不过他还是要顺应实施 以前都是用什么 刚刚讲ANSi或CPU 但最后最近新的2016的版本他改了 可是改了他特别之后 他就是还是 他是改Unicode 但是他就是还是不要用UTU8 为什么 他可能不知道 他考量就是 反正我最大 为什么我要听你们的呢 所以你们应该要跟我一样才对啦 所以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中间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商业利益考量的问题 因为这东西你怎么统一 为什么我凭什么我听你的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 所以这怎么制定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那你就要将来遇到的话 你就这样解决就OK 所以这边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现在就不是UTU8 我是建议啦 你们还是把它改回来吧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练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还是了解 将来怎么样 就是再把它改为UTU8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来练习 开的话我建议你 如果会乱码的话 你不如就不要用Excel吧 也许你就用什么 用记事本来开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生开起来之后的话 这个档 它的结构基本上呢 就是 一样是一笔资料 里面的话中间用豆点格开 有没有 然后一个两个三个一直到底下来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 我希望后面做到的结果 是希望做两阶段 OK 所以待会可以从云端白板上去看一下 第一个我希望 可以帮我读上面部分 就是呢 把刚刚看到的资料全部读进来 这样读进来是比较简单 因为F等于Open 然后那个档案位置 豆点R模式 但是因为它的编码方式是UTF 所以你可能encoding等于一定要写 然后读进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最简单就Read了 全部都读进来了 但是问题你Read了之后的话 下面就做不了了 因为我们还要去计算它的个别总分 那个别总分意思说 这一栏里面全部都帮我加总 然后所以怎么加总最快 当然你就把这个资料放到一个什么 放到一个串例里面 然后外面包个SUM就可以了 那平均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除以什么 它这个里面的LEN 就是它的总长度 那就可以算出平均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你可以用那个Format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那我需要什么 就是英文数学的个别最高分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分两阶段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Question 1 那这个是Question 2 OK 那要怎么做 各位想想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读进来 然后再想想看怎么完成下面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从云端白板的下面 有一个叫学生资料 OK 学生资料的这个部分 学生资料 学生资料里面请各位从档案去下载 下载的话选择倒数第二个 有个叫 逗点分格值档案这个 就是点CSV 然后把它下载下载 然后呢 当然你如果直接开启 它会用Excel 会乱码 那你可以试着用记事本来开启 存成就是ANSI 它就不会乱码 所以以后 如果你只要遇到乱码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应该 都用UTF发 都可以搞定了 像很多时候 资料库常常就是说 汇入的时候 从Excel资料汇进来 哇 烂码 怎么办 很简单 转型UTF8 全部 资料库也用UTF8 程式也用UTF8 像我们Python也是UTF8 那这样的事情就简单了 所以其实好像真的 最大的问题 好像还就是出在微软 微软如果可以 把编码方式也顺应潮流 全部改UTF8的话 哇 那这样的话 就几乎没有这个乱码的问题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第一个 两阶段问题 第一个如何把档案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 如何在分别计算 国文 英文 数学的总分跟平均 也许上面 上面是列出结果 下面是列出 有点像简易的报表 OK 我好像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也是可以结合之前所讲的 这些技巧 分别把它完成 试一下 那云端如果你连不上 你可以从论台 或你可以收一下信件 我有传Google云端的连结